你好 欢迎光临 麻烦先帮我们实名制 疫情当下 欢迎店家配合政府政策防疫 但人人自为 只因倒电数实在有限 就连用料实在低糖低脂 艺人明星也爱着消除冰品店 也受到影响 天气转热了 本来是该我们赚钱的时候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导致来客数没有那么多 还好这一次铁道商圈 有推出这个活动 所以现在还能维持 店里的基本开销 这样的店家 不只一家 获得溯源餐厅清籍认证 采用天然健康食材的 连锁锅烧店 也在开店后遇到疫情 幸好政府推出振兴五倍券 及搭配的相关回馈抽奖活动 让店家度过难关 刚好遇到疫情的时候 然后其实也是因为 第一家分店就没有那么知名 后来就是因为 刚好在这个铁道附近 然后就有这个铁道商圈的人 来跟我们接洽 然后帮我们做广告这样子 可以让更多乡亲知道我们这样 花联旧铁道景观休闲发展协会 有鉴于店家受疫情影响 所以向经济部中小企业 出争取经费 办理正心想回馈 就想抽好礼活动 让五倍券变得更好用 只要消费满200元就送限量后备包 这个包包您感觉怎么样 觉得还蛮方便的 因为它其实也蛮防水的感觉 更何况我们消费完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 帮我们买的东西直接放进去 也是蛮环保的 更何况还蛮特别的 现在除了现金购买之外 然后我们会再加送一个 我们就铁道商圈 特别设计的一个束口办 可以回馈给乡亲 限量1500个后备包 消费满额送给您 活动好康不止如此 即日起至4月30日子 还能参加铁道商圈 LINE抽奖活动 即满12点就能获得 现上抽奖资格 奖品丰富 感谢我们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付到我们做铁道商圈 这个111年度 我们有这个振兴的活动 那我们有80个店家左右 参与这个活动 那参与这个活动之后 就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 那抽奖的礼品 我们有这个电器类 我们有气炸锅 我们有咖啡机 防疫的杀菌灯 那再来还有这个远来住宿券 商人套房的住宿券 那这些店家的回馈金 我们也会拿来做这个花联当地 这个帮助一些可能偏乡的学校 偏乡的儿童 我们来做一些公益的回馈 花联店家受到疫情影响 生意也如滑坡般跌落 但铁道商圈的店家坚持职人精神 强调疫情终会消失 但花联美食不变 美味仍在 和乡亲能够支持 更希望中央能持续协助地方 办理活动刺激买气 让大家都能在疫情中生存下去